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for today's message 再来的父神我们感谢葬名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感谢主祢招聚我们众弟兄姊妹来敬拜葬名 Thank you for gathering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we can wash into you together 赐给我们一颗遵循祢旨意的心 Please give us a submissive heart 使我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 还是在社会上都能够行公义好联名 so we can be righteous no matter whether we are in our family in the society or in anywhere 呃 存谦卑的心与主你同心 and we can have a humble heart to work with you 主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 and please bless the message today 使讲的听的都同德造就 so the speaker and listener can all be viewed 与我们同在 and be with us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I will pray our presenc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好 今天是透过圣经看政治的第三讲 错误的圣洁观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有很多人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呢 他有巨婴的心里认为这个不关我的事 最近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一段话在国内被传的沸沸扬扬来显示美国的强横 但是呢视频在传播中呢被掐头去尾啊脱离了他说话的上下文有明显误导的倾向 布林肯说话的上下文呢是关乎国际政治关系 布林肯的原话是呢如果你不在桌上你就在清单上 那个误导的视频呢就把这个桌呢解释为仓桌 这话解释为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就在菜单上 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像一句老话人为刀处我为鱼肉形容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而布林肯这句话呢是英文世界中很正常的一句谚语就是鼓励人积极地参与谈判协商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不然你的利益分配呢就完全在别人手中 但布林肯的语言其实是英文世界中的很正常的语言 这意思是我们应该励动人们在与谈判断行与谈判断行与自己的利益分配 否则你的利益分配会完全被人家的利益分配 虽然意义相近了但没有那么恶狠狠的意味 它的那个桌呢指的是谈判桌 这个呢在老百姓可以参与政治的西方世界呢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 因此呢有那样的误解呢是不足为奇的 上一讲呢我们就是为了要纠正这种认为政治不关我事的这个错误观念 基督徒参与政治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公民责任 也是神赐给亚当的文化使命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讲另外一种导致基督徒逃避政治的错误观念呢 就是错误的圣洁观 今天我们要移动到下一题 我们要谈谈另一个错误的意义 所使用基督徒逃避免政治 这是错误的圣洁观念 那么这错误的圣洁观呢包含两部啊 第一部呢就认为呢政治是不圣洁的 第二部呢就认为呢我要分别为圣远离政治 第二部呢就认为呢我要分别为圣远离政治 那么这两个观念呢都是错误的 今天呢我们先看第一个下周呢在讲对分别为圣的错误认知 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 就是不许讲政治 那么理由就是呢政治是世俗的 是不圣洁的 所以不要常到教会里面来 那么假如这个是正确的话呢 我们来看两张图片 这一位呢是审判耶稣的大祭司该亚法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是一个人在城墙边拿着施工图 这个是谁呢 这个人呢是尼西米 这两个人谁是服侍神的 谁是圣洁的呢 很显然啊尼西米是搞政治的人 他是当时耶路撒冷地区的神长 那么按照我们前面的那个观念 如果政治是世俗的话呢 那么尼西米就是世俗的 是跟神无关的 而盖亚法才是圣洁的服侍神的 但是呢圣经的立场是清晰明白的 盖亚法虽然他身为大祭司 但事实上他是神的仇敌啊 他把神的独生爱主定死在十字架上 而尼西米呢 却是一个真正门神纪念的神的仆人 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建强来所谓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见到他吗 如果你有错误的圣洁观的话 你会把神的仇敌当作神的仆人 而神的仆人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贤人 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是这个错误的圣洁观 会让你把神的仇敌人的仇敌 和神的仇敌人的仇敌人 因此呢 如果要保持基督徒的灵理的清醒的话呢 一定要清理这种错误的圣洁观 因此呢 如果要保持基督徒的灵理的清醒的话呢 一定要清理这种错误的圣洁观 如果要保持这种错误的圣洁观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有时间机器 你可以穿越回到两千年前的话 那时候呢 你是一个生活在耶路撒冷地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像马太一样有着很赚钱的生意 有一天呢 主耶稣从你面前经过 祂说你来跟从我吧 你知道这位是主耶稣 是万王之王 万古之主 是宇宙的主宰 那么你的反应是如何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毫无犹豫放下一切去跟从他 还是说我考虑考虑 多数人呢可能还是会说我考虑考虑 毕竟呢能够看见正确的事情就立刻去做的人呢是不多的 你考虑了几天耶稣找不到走哪里去 你跟不上他了 你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旧约的圣徒们都会为你往行 他们会说 哎呀我们等了几千年的弥赛亚从你面前经过了 你竟然错过了 你真是个傻瓜 事实上呢你不仅错过了耶稣也错过了自己的永生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如果这个耶稣他光芒望上的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呼召你 你肯定毫不犹豫的就跟上去了 现在我们想想一个场景 如果神耶稣在你面前走过去 但在所有祂的荣耀和光芒上的光芒上 他召唤你 在那些时候 你可能会只会跟着祂无疑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因为当主耶稣把祂的荣耀隐藏的时候 你的眼目呢只看见你眼前所有的东西 因为当神耶稣遮住祂的荣耀 你舍不得为那个看起来挺普通的耶稣丢弃这眼前的一切 尽管呢你理性上可能知道祂是神 我说的呢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那个时代呢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留下了这样的遗憾 他们看见祂行神迹 看见祂要使人复活 他们欢呼祂为彼赛亚 但他们最终还是抛弃了祂 他们判定了自己永远的灭亡 在地狱里面呢他们一定非常非常的后悔 曾经这个机会离他们那么近 他们自己把它丢掉了 约翰福音九章里面呢就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主耶稣呢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乞丐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呢就将这个乞丐 和他的父母叫来盘问 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 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这个谈论是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十三 他父母回答说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 而他生成为了孽子 但是他现在看到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或是要拦开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请问他 他是一个年代的 他会说自己 他父母说这个 因为他们怕拿着的佛兵 因为佛兵已经遇到决定 那一人有一个人 他会被祈祷的 他会被宗教兵 他以后出现死亡 他父母说他是一个年代的 他会说他是一个年代的 请求他 主耶稣医治了他们的生来瞎眼的儿子 这个是一个显然的神迹 他们本来应该要紧紧跟随他的 但是他们想到如果跟了耶稣 就要被赶出会谈 就要被宗教领袖们嫌弃 被亲友弃绝 也不能来圣殿里敬拜 在权衡之下他们选择了会谈圣殿和宗教领袖 而抛弃了主耶稣 是圣殿重要还是神重要呢 他们不明白一个没有神的圣殿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就是有着这样一种错误的圣洁观 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实质 那么这个选择错误是致命的 在地狱里他们一定极其后悔 因此我们讲政治的目的呢 就是第一打破这种政治正确 第二呢帮助大家学会通过表面 看事物的本质 一个在服事神的职位上的人呢 他不一定是在服事神 比如盖亚 而在世俗的职位上的人 也可以在他的职位上侍奉神 只要他的事情是做在神的旨意中 尼希米就是一个这样的板牙 尼希米的故事呢 发生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 辱去之后 波斯灭掉了巴比伦成为新的霸主 波斯王武裂下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 这时候呢已经有一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周围啊是仇敌皇室的 而且呢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城墙 这些第一批回去的人呢就被授掠 被欺压 那么现在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神的子民被授掠被欺压 神喜悦不喜悦 拯救保护神的子民 神喜悦不喜悦 神当然是痛恨人欺负他的子民的 因此呢拯救和保护神的子民呢也是神所喜悦的 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人欺负呢 因为呢他们的城没有墙 他们也没有武装力量 所以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建城墙建立武装力量 我请问大家你看到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 你会像尼西米一样的召集和愤怒吗 如果不会的话呢你肯定不是基督徒 如果不会的话呢你肯定不是基督徒 如果没有感到惊怨 你肯定不是基督徒 他会被告上法庭 因为这位老板呢是个基督徒 他不愿意为这两位同性恋者做婚礼蛋糕 因为按照他的信仰呢他的良心不能够接受同性婚姻 而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有权利选择跟谁做生意 但是呢极左势力呢一直想要告他害他破产 所以如果你为这位弟兄的遭遇愤怒着急的话 你会投票给那些想要害他的人吗 当然是不会的 当然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你投票给迫害基督徒 迫害教会的人的话呢 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 第二个问题修城墙这个事情算不算正正 第二个问题是修城墙他属灵不属灵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迷行李造墙和这个军备就是讨神喜悦的就是属灵的 第三点我们只是祷告不干活行不行 关于祷告和干活的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中有个最好的例子 摩西派约书亚出去和亚马利人争战的时候呢 摩西他自己在山上举手祷告 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每当摩西手栓下垂的时候亚马利人就得胜 然后呢亚人和护尔就来帮助他 他们给他搬坏石头坐着 然后一左一右扶住他的手 直到约书亚完全的击败亚马利人 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摩西在山上的祷告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真正决定胜负是摩西在山上的祷告 我们也看到了祷告他需要有同伴的扶持 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到约书亚出去征战是必不可少的 勇敢征战是以色列士兵的责任而神会与他们同在 如果约书要这些战士他们不出去征战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亚马利人就会杀上杀来把他们杀个禁战 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祷告是属灵的干活是不属灵的 所以教会中缺少了对于约书亚的征战这样的实干的强调 而如果我们不明白实干的必要的话 我们也其实并不真正明白祷告 因为祷告呢不是我们派发任务让神去执行 而是将自己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与神同行 因为神的旨意呢终究靠神的子民去行出来 所以教会和基督徒缺乏了实干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基督徒知道神喜悦什么恨恶什么 但是呢却不用实际行动去执行神的旨意 比如说左派呢在学校里面搞那些变态教育毒害青少年 这个是明显惹动神的愤怒的 基督徒呢不起来反抗不抵挡他们 不把他们选下去 然后却说我们不要讲政治 我们祷告求神来成就 讨神喜悦的事情属神的人不去做 然后呢我们祷告见的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让他们去做 这得有多搞笑 然后呢说我交托给主了 那么主要访问你我交托给你的使命 你不去执行你还有脸说你交托给我 你有没有搞错 所以作为基督徒呢 只有当你进到你当境的责任之后 你才有资格说我把结果交托给神了 所以你只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责任之后 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责任之后 问题是如果尼西米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而不是波斯王身边的红人 他能否做成这件事情 第四个问题是 如果尼西米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而不是波斯王身边的红人 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 当然是不能的 尼西米如果不是玩的红人的话 他就不可能完成这个特定的任务 尼西米如果不是玩的红人的话 他就不可能完成这个特定的任务 有些假属灵的干精就会说 有什么不可能的 神是全能的 凡事都能 这种呢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病逆神 也不懂神做事的法则 这种反应应可能是静静的 但实际上是非常抗争 而这些人说的这些人 也不懂得理解 这些人说的这些人 神也不懂得理解 就像有一些人 他生病了 他不看医生 他说神什么病都能治 这个呢叫做试探神 神为什么就非得用超自然神迹来做事呢 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调动世界上的妄事 包括你在内来做成事情呢 他们没有顺服神的主权 他们没有将自己降服在神手中 成为神的庆 所以当你自己顺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原来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祂赐给你什么样的能力 是因为呢 祂交托给你了什么样的使命 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在教会中社会上 我们都有自己的位分 我们的使命呢 就是在我们的位分上 去为神的国谋求利益 我们的使命呢 就是在我们的位分上 去为神的国谋求利益 那么按照神的旨意 投票呢 就是基督徒公民的 最基本的使命旨意 所以我们从圣经中 我们看出来了神在特别的时期 祂会预备属祂的人 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 去为神完成特别的事 比如说以色列记中 以色列人经历灭族的危险的特别时刻 神已经预备好一个特别的人 就是以色列人 就是以色列人 在特别的位置上 就是皇后的位分 而交托给他的任务呢 就是拯救以色列人 莫迪凯警告他说 如果他不愿意行在神的旨意中的话呢 以色列人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救 而他却会灭亡 因为他不顺服神 可见呢 人家不愿意尽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 他不会毁掉神的计划 他只会毁掉自己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神会用哪样的人呢 从圣经我们看出来呢 神用各种各样的人 首先呢 当然神用那些顺服他的人 第二呢 神有的时候也用不太顺服的人 比如说约纳 第三呢 神有的时候也用他的仇敌 比如说扫罗 就是后来的保罗 神有的时候呢 也用一些生活很泛淡的人 比如说长春 神有的时候也用一些神学很混乱的人 如耶弗塔 神用长暴的人 比如像神使用的这个亚述和巴比伦帝国 成为被盗的以色列民的审判 神用不认识他的人 比如说像尼布奖尼撒王和古列王 所以当你评价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呢 你不要说这个人不属灵 肯定不是神所用的人 因为神不是使用那种完美的义人的 因为神不是使用那种完美的义人的 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 所以你得要看这个候选人的竞选纲 他是否比他的对手更加靠近神的心颖 你得要看是否 这个选择的选择的选择是更近的 那么轮到我们个人身上 你愿意顺服神成为被神使用的人吗 愿意顺服神的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愿意顺服神的心的话 他就会竭力狡辩推辞自己当尽的责任 那么他的错误观念呢 就没有办法被更正 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就不想承担社会人人 不想参与政治 那么说政治是不圣洁的 就是他的最好的借口 他怎么能让你将这个逻去呢 所以只有他能有愿意顺服神的心之后 他才能够接受圣经对他错误观念的更正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 当你顺服神的主权 以讨神喜悦的心 在做你的使命的时候 不管你是当总统的 还是在厨房朝塞的 你的侍奉就是圣洁的 人是圣洁的 他的事工就是圣洁的 人如果是败坏的 他的事工就是败坏的 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汁 坏树结坏果汁 凭着他们的果汁 就可以将他们认出来 因此在教会讲台上讲政治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破除教会不能讲政治的政治正确 一方面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不要看事物的表面要看背后的本质 另外一方面呢从广家神学的角度呢 我们更加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 那我们先讲第一点啊 就是说看清事物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找教会的时候 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教会呢 只会看到外表的人都会说我们要找那些专属漂亮的人很多的大教会 请问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漂亮的教堂吗 他身边有很多人追随他吗 答案是都没有 神的道被忠实地传讲并遵循的那才是真的教会 教会应该要找什么样的传道人呢 只会看外表的人就会说要找有神学文明的有口才的 却不明白呢传道人的最最重要的品质呢 就是他必须是神的仆人 他只敬畏神 只寻求神的旨意 只讨神的喜欢 只忠实于神的圣经 这个呢是必不可少的 其他的呢是可以是请上天花来的 所以如果不明白这点的教会呢 就会被穿着牧师袍的故宫所欺骗 我听说过最离谱的拒绝掉一个应聘牧师的理由是他不会开车 别人解释说他妻子会开那个也不行 那主耶稣也不会开车 保罗也不会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呢他们也会被淘汰掉 因此呢如果你教会的聘牧标准呢把主耶稣都淘汰掉的话呢 说明你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所以只会看表面的人呢他会被假的教会和假的传道人所迷惑 不是加个墨师头衔的就值得你尊重他的 同样的在政治领域内呢有太多会说漂亮话却欺骗选民的政客 你也得把它认出来 201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呢我听了这个希拉里和川普的辩论 Isla里呢他讲了一大堆又是免除学代又是提款的 提供更好的保險等等 贏得了一大片掌聲 他說的一浪推移我都記不太清楚了 但是都是關於怎麼花錢的 花錢的事情當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他沒有提到怎麼賺錢或者省錢或者解決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美國的問題是有錢不會花嗎 當然不是的 是居高不下的國家債務是承擋不起的保險 是日益激化的種族矛盾等等 它是一個高的國家的貸貸 它是一個增加的保險 和一個增加的激化相關的關係 所以要警惕那些說很漂亮話 但是卻逃避現實的具體問題的政客 他是不值得你投他一票 因為他不是來幫助你解決問題的 他只想忽悠你投票給他 那是讓你繼續忍耐你遭遇的困難 第二點講這個話題是為了要幫助大家找到自己的使命 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會將人分為兩類 聖品人和普通人 聖品人就是神職人員如主教神父執事者 那個時候只有神職工作是服侍神的 是聖節的 而普通人的工作就是嗜 Youth 不是聖節的 對比我們剛才所說的這種觀念,明顯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看到聖經中的約瑟、但以禮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也是聖結的,是服侍神人 而且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從來沒有一個神職工作的頭銜 那麽按照他們的觀念,難道我們能夠說主耶穌做的工作就是世俗了嗎 這當然是不對的啊 彼得前書二章九節說,唯有你們是被檢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結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招你們出黑暗,錄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這個話不是對牧師長老說的,而是對全會眾說的 也就是說呢,每一個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祭司呢,就是服侍神的仆人 那麼什麼叫君尊呢 就是像王一樣 因為基督徒是服侍神的,而且要與基督一同做完,所以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 這個是一點都不錯的 你說我不是牧師啊,我只是個曹賽者,也是君尊的祭司嗎 你想說,如果我不是一個教師,而只是一個廚師,我還是會是一個老闆的祭司嗎 是的,聖經說你是,你就是 因為基督徒說是 因此呢,我們看見了這個天主教的這個聖品階層的觀念是不合乎聖經的,也抹殺了平信徒的使命感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的觀念是不合乎聖經的,也抹殺了所有信徒的使命感 宗教改革的第一成果呢,是唯讀聖經 唯有聖經呢,是指導基督徒生活的最高權威,而且他們讓普通基督徒都可以讀到聖經 那麽宗教改革的諸多成果中的另外一個呢,就是廢掉了聖品人的觀念 而教導了聖徒接濟師的觀念 這個才是真正合乎聖經的觀念 這樣呢,每個平信徒的工作呢,都有了屬天的意義 每一天呢,都是你與神同行的一天 每一個平凡的工作呢,都是你在你的崗位上對神的服侍 哪怕是一個奴隶啊,也是如此 以福所書六章第五到第七節保羅說 你們做仆人的要懼怕葬經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陸生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的人 福特 dévizion chapter six verses five to seven slaves, be obedient to those who are your master, according to the flesh was fear and trembling in the sincerity of your heart as to Christ not by way of I service as people pleaders,S but as the slaves of Christ doing the well of God from the heart,with goodwill render service as to the Lord and then not to people 彼得前書4章第10節說 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一切的美善的恩賜都是從神來的 因此當你用你的恩賜來榮耀神的時候 你就是在服侍神 你在做神的中心的管家 這個被稱為管家神學 這個大大改變了基督徒的工作觀生活觀 使得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也操練敬虔 在宗教改革時期 因為宗教迫害 有許多法國的胡格諾派的基督徒 逃到了宗教改革的大本營地內亡 這些基督徒都是守工業勞動者 他們的工作就是做首養 他們想既然神賜給我們製作手錶的恩賜 我們就盡力做出最好的手錶來榮耀神 現在你知道了為什麼瑞士手錶好呢 因為他背後的工匠是以敬拜神的心態在製造那個手錶 同樣在宗教改革後那幾百年科學技術有個突飛湧進的發展 我認為和廣家神學也是有關係的 雖然很難嚴格證明這個結論 但是呢我們從許多的事實大概可以印證這個結論 你翻開中學的物理課 其中那些名字被用來命名物理學的單位的科學家 多數是近前的基督徒 例如牛頓是力學單位 例如牛頓是力學單位 帕斯卡是壓強單位 法拉利電容單位 焦爾能量單位 福特電壓單位 安培電流單位 歐姆電阻單位 等等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有什麼奇怪 那個時代都是基督徒 其實不然 比如說瓦特就是自然神論者 電核單位的庫輪或者溫度單位的攝氏度 他們據說是基督徒 但是我沒有找到他們相關的見證我就沒有提他們 那些從來不說自己是基督徒的我們也不會拉拉來做見證 前面列舉的那些都是近前的基督徒正因為他們清楚地展示他們的信仰 我們今天才能知道他們是基督徒 比如說福特經常有人傳聞說他不是真基督徒 他就寫了一個聲明來庇謠 他就寫了一個聲明來庇謠 他說了一大段反正大意是如此 說我是個有軟弱的人 但我依靠基督的恩典 我不以福音為止 還有歐姆他每次寫信落訪前都會寫交託給神 那個時期大量的湧現傑出的基督徒科學家這個絕非偶然 因為他們正是在以敬拜神的心態在做他們的科研 這是現在的中學老師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會告訴你的 有些人會質疑說既然基督教那麼好 怎麼早一些年沒有寫得出來呢 這個是人的無知的言語 有些人會質疑問 如果基督徒科學家這麼好 為什麼它不顯示自己的影響 是一千年代表現的影響 這是一個討厭的評論 在聖伯迪費斯把福音傳給勒曼們以前 他們還是演阿民族 之前聖伯迪費斯的福音傳給德國 他們是奧民族 你可以想像嗎 現在這麼發達的德國在一千多年前還是野蛮民族 Can you imagine that Germany who is so well developed today 1000 years ago they are barbarians 是福音改變了他們 Gospel changed them 同樣的愛爾蘭的凱爾特人在接受聖帕克里克所傳的福音以前也是野蛮人 Likewise the Kelsen Ireland were barbarians before they accepted the gospel Preached by St. Patrick 福音給野蛮的民族帶來了文明 Gospel brings civilization to barbarians 而宗教改革之後人類的文明則有一個明顯的更加非數的發展 一方面是聖經的推廣使得普通百姓更得著真理的教導 另外一方面就是廣家神學他給文明的進程提供了神聖的動力 你今天放眼望去的最文明發達富有的國家往往是基督教新教的國家 其次的是天主教國家然後才是別的宗教的國家 這個背後的差距呢正是信仰造成的 因此呢今天我們強調基督徒作為普通公民 在政治上的參與呢正是持守和践行廣家神學 這個宗教改革呢留下了催喪的成果 好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第一 認為政治是不聖結的觀念呢是不對的 在聖聖上服侍的人有敗壞的如蓋亞法 在政治上服侍的人有聖結的如尼西尼 第三點 當基督徒以順服神的主權以討神喜悅的心 在做祂的使命的時候祂的釋奉就是聖結 第四 人是聖結的 祂的事工就是聖結的 人是敗壞的 祂的事工就是敗壞的 第五五點 基督徒以榮耀神的心智參與政治 這個就是聖結的 基督徒當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 第七點 基督徒當以神的管家的心態使用好神所賜的恩賜才能 以及一切的資源 包括玄廟來榮耀神 好 我們祷告 主啊 我們感謝葬名 我們感謝祖祢後製各樣的恩賜給我們 祢賜給我們有身體的健康 祢賜給我們有財力 祢賜給我們有智慧 祢賜給我們有投票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主啊 無論如何 主啊 幫助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要榮耀祢 幫助我們在這個地上為主祢做一個美好的見證 與我們同在 帶領我們前進 我們的感謝和禱告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prayer and thanks ar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